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现减排的进程中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途径之一 与会人士表示 以发展轻能为例 中德两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能够用轻 把不稳定的太阳能 风能存起来 等到没有风 没有光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出来 这样 从道理上讲 这个是可以走得通的 但是呢 恐怕还缺乏实践 从德国也好 中国也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可以发展一些合作交流 我们如何把这个想清这样的储能技术 跟非水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 让它能够不仅能够装机 不仅能够发电 而且能够发出高质量的电力来 2020年 中国首次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 根据德国政府规划 到2030年 德国应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1990年水平减少65% 与会人士表示 在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能源转型方面 中德两国有共同语言 我们已经在出台了 我们叫做一加N的一个政策体系 实际上目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要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变革 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是减碳的问题 要涉及到我们整个的产业的变革 产业的绿色叫全面绿色转型 要促进我们能源的转型 同时我们的消费体系 在贸易体系也要往前发展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 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可持续发展 加快全球低碳发展进程 需要不同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携手推进 展开务实行动 我们要开展第三方的合作 也就是中国跟德国跟其他发达国家 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来一起来实现能源的绿色发展 希望我们两个国家能共同来发挥 我们共同的优势来帮助其他发展的国家 来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这样的话就可能我们更快的 去达到全球的碳中和 本次活动由中国新闻网主办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